朋友们,全世界是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接着跟大家聊啊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7号周三 现在是中午的13点09分啊 这上面有一些新闻啊 在联合国前天啊,又发生了交锋 这个中国啊,代表26个国家在联大啊 联合国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犯人权 哎呀,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啊 这个,这个代表叫张军大使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 代表哪些国家呢 安哥拉,安哥拉是从葡萄牙独立出来的啊 当年安哥拉打内战 这个美国支持一方 苏联支持一方 中国明显的国力不如美苏 中国也让中国老百姓饿肚子 毛泽东也支持了一方 好像叫多斯桑托斯啊 这都是葡萄牙语的名字 分了叫安联吧 什么安哥拉解放 什么人民阵线之类的啊 联盟 安哥拉首都叫罗安达啊 挨着大西洋 境内沙漠比较多 安哥拉在北部有一个飞地 叫黑角 应该是在这个 刚果河的入海口的地方 这个中间隔着扎伊尔 或者叫民主刚果吧 还代表谁的呢 安哥拉一个 安提瓜和巴布达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安提瓜和巴布达在西印度群岛 在这个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吧 中美洲的东侧 加勒比海里边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肯定是吧 是支持中国的 因为白俄罗斯自己的独裁的问题 卢卡申科掌权了26年 死活不下台 对吧 他带来中国那个小儿子 是他的私生子 第三个儿子 我们这个西班牙 就有一些白俄罗斯人 他们特别讨厌卢卡申科 也是看不惯独裁的体制 从白俄罗斯逃出来的 西班牙讲俄语的人非常多 俄罗斯的 白俄罗斯的 拉托维亚的 乌克兰的 非常多 其实跟很多中国人一样 也是不满独裁体制 从中国实际上是逃出来的 这些从前苏联也是逃出来的 还有布隆迪 布隆迪是个小国家 布隆迪 卢旺达 乌干达 挨在一块 这个柬埔寨 哎呀 柬埔寨是东盟国家里边 唯一支持中国的 如果不是中国一给就两三亿 两三亿的给 柬埔寨早就不支持中国了 这个关于这个南海的问题 东盟 十国吗 不是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才能 大家共同决议 才能谴责中国吗 每次都是柬埔寨 唯一就是柬埔寨 那九个国家基本上都 愿意谴责中国 愿意采取一致行动 但是柬埔寨老是投反对票 然后投完票 一般中国就能给两三亿 每次都这样 然后洪森 有时候就来北京 就直接拿呗 对吧 可能他本人也能拿点 还有 卡麦隆 卡麦隆 卡麦隆也西非国家 也挺穷的 还有中国自己 也算一个 古巴 古巴就是哭吧 哭去吧 古巴 这个卡斯特罗的古巴 卡斯特罗有上千个女人 也是一个大独裁者 也是一个花儿将 就比赖小民多十倍吧 赖小民一百多个 他一千多个 据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小土豆 也是他的孩子 私生子 朝鲜 朝鲜 金三胖的国家 那个是叫北朝鲜 有人称中国为西朝鲜 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 原来可能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叫几内亚的有三个 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 简称赤脊 还有一个几内亚比少 都在西非的那个大西洋的 几内亚湾的周围 俄里特里亚 俄里特里亚 首都好像叫阿斯玛拉 俄里特里亚是从 埃塞俄比亚分裂出来的 分出来的时候 跟埃塞俄比亚还打了一仗 他也挨着吉布提 他也是叫非洲之脚 战略位置比较重要 伊朗 这不用说 对吧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支持伊朗的 不然的话 伊朗的独裁政权可能早就垮了 老挝 老挝现在是世界上唯武的 唯武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也叫独裁国家 中国 朝鲜 老挝 越南 古巴 现在越南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改变了 有缅甸 对 缅甸 中国也是给大量的援助 缅甸的昂山素季 现在是女皇啊 对吧 之前他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但是他上台之后 有些措施并不是那么民主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 就是在南非的北边 安哥拉的南边 纳米比亚沙漠 纳米布沙漠 纳米比亚的沙漠里 都有中国福建人开的超市 然后都被当地人抢劫过 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也是西印度群岛 可能也就几百平方公里 几十万人口的小国 南苏丹 是从苏丹分裂出来的 黑人国家 一直在打内战 不同的部落 部族之间在打内战 苏丹 苏丹的人权问题很严重 苏丹的阿拉伯民兵和政府军 杀了很多黑人 苏丽南 苏丹首都的喀图木 还有苏丽南 苏丽南好像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吧 还是荷兰的 那边好像南美洲北部 苏丽南 归亚纳 还有法属归亚纳 归法国管的归亚纳 三个小国家 叙利亚 叙利亚别说了 叙利亚的政府 现在连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控制不了 只有首都大马士革周围那一片 由政府军控制 就是巴刹尔阿萨德 韦内瑞拉 这韦内瑞拉也是靠着中国 靠着俄罗斯 对吧 中国在韦内瑞拉投资了可能几千亿 不知道拿回来没有 可能是拿石油换吧 韦内瑞拉现在 超市里边的肉 连那个足够的电力 制冷 连冰箱冰柜都没有 特别穷 要缺衣少要缺池缺池少穿呀 现在的总统马杜罗 就是原来的总统 那个去世 那个叫查维斯 原来是他的专车司机 后来给扶植起来的 跟中国一样 很多领导的秘书啊 司机啊 警卫员啊 后来都飞黄腾达了 邓小平的警卫员张宝忠 还给了个中将军衔的吧 然后他的大秘书那个谁 王瑞林都是上将 邓小平的 邓伴的 我们同学就是邓伴的 邓伴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然后那个现在反对马杜罗的 那个反对派叫什么来了 那哥们也是仨字 不是马杜罗叫什么 现在忘了他名字 瓜伊多 对 瓜伊多 瓜伊多的 他的一个身边的重要支持者的侄子 就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读一个私立高中 嗯 还有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穆加倍90多了 死没死 老头 可能死了 也是个大独裁者 把他那个境内 原来叫罗德西亚吧 津巴布韦 还是叫南罗德西亚呀 把他们境内的白人农场主杀了好多 然后把他们的农场都抢了 就跟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改革是一样的 非常血腥残酷 落后倒退 开倒车 啊 这这么26个国家 是吧 人说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臭鱼找烂虾 是吧 这个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什么人找什么人吧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然后他还说 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犯人权 也有 也不能说美国没有 是吧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怎么怎么比喻呢 就是你从一碗大米里边找出一粒屎来 还是从一碗屎里边找出一粒大米来 它有个比例原则 对吧 强调应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 对系统性的种族歧视表示严重关切 太可笑了 然后人家德国 德国代表了39个国家 德国驻联合国大使叫霍斯根 这个中国是五号发言的 德国是六号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 代表哪些国家呢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这都中国的朋友 原来中国砸了多少钱呀 对吧 最后跟你还是分道扬镳 因为价值观不同 是吧 三观不合 不能强容啊 澳大利亚 对吧 澳大利亚最近也对中国强硬起来了 是吧 对中国的留学生涉嫌窃取人家一些尖端科技 也采取可能要限制签证啊 等等的措施了 奥地利 是吧 比利时 波黑 保加利亚 你像这都是波黑保加利亚 都是所谓传统的中国的友邦 是吧 都是原来东欧国家嘛 但是现在人家都回归主流价值观 回归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 是吧 有加拿大 对吧 加拿大的军舰都跑到中国南中海来了 加拿大军舰都通过台湾海峡了 对吧 中国好像扣了三个人质吧 说这三个人犯罪了 什么贩毒 什么从事 什么什么 是吧 还有克罗地亚 啊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海地 海地啊 黑人国家 西印度群岛 洪多拉斯 中美洲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哎 日本也站出来了 拉托维亚 我差点移民拉托维亚 前几年 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 呃 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 他也是一个免税天堂吧 还有立陶宛 卢森堡 马少尔群岛 马少尔群岛 台湾翻译成马歇尔群岛 还有摩纳哥 啊 摩纳哥公国 一个小国 在法国境内啊 地中海边上 脑鲁 脑鲁是大洋洲 荷兰 新西兰 北马其顿 原来叫马其顿 希腊不满意 说你只是马其顿的一部分 双方一直关系不好 现在改名了 终于叫北马其顿了 挪威 帕劳 帕劳 台湾叫帛琉 波兰 斯洛伐克 怎么没有杰克啊 杰克前两天还不是 派他们的议长 去台湾访问了吗 斯洛文尼亚 还有西班牙 哎呦 还有我们这西班牙呢 啊 有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和德国 发表联合声明 并指对新疆的人权状况 新疆的人权状况 主要指的就是那个 所谓的再教育营 再教育培训中心 啊 然后西方认为那是集中营啊 和香港最近事态的发展 感到严重关切 就是所谓的港版国安法 对吧 啊 双方剑拔弩张啊 看看 有人说你是什么人 不重要啊 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说是什么人了 你不重要啊 我说是什么人了